本节目由牛拜网赞助播出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 在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 Pregogin 瓦格纳集团的共用军的首领 不是发动了临时的这么一次兵变吗 那么这个兵办在24小时之内就戛然而止 那现在他的去处他到底是到哪去了 瓦格纳军团后路就是下一步是什么个情况 命运如何 然后现在又有一些新的这个情况揭露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稍微的来更新一下 这方面的这个逐渐暴露出来的一些事情吧 有的还挺有戏剧性的 首先是昨天白俄罗斯的总统 这个卢卡申科他宣布了说 那个Pregogin已经抵达了白俄罗斯了 那么到底是在白俄罗斯 是住多长时间住在哪里 以及是不是可以自由的出入白俄罗斯 旅行是不是有任何的限制 还有就是他对俄罗斯不管是军方也好 是政治方面也好还能有多大的影响力 最关键的是最重要的是他和他的老朋友 老上司这个他的干爹普京之间的关系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些呢都是人们观测的重点 大家都在这个想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因为这个呢 这些未知数呢 对未来整个俄罗斯 俄罗斯战争以及瓦格纳和他本人的未来的这个命运啊 都会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 很多人都希望了解这个卢卡申科啊 普京啊还有Pregogin 他们之间的这个谈判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相信其实真正的这些细节 恐怕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没有办法知道了 最后也许多少年以后有人解密出来 那这个真实性到底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现在很多人啊 都在从各个角度去报道他们所知道的一点点 我目前看到的是这个白通社啊 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个白通社 他去采访了一个一个主持人 或者说他这个主持人自己 他说了一些细节 但是这个细节他怎么得知的 这里面真实性呢有多少 也不是特别的确切 现在据他说啊 这个人叫做Veldin Gijen 这么一个人 咱们这个很多中文媒体发言成基金 就是Gijen这个这个名字 那么他是说呢 在知道瓦格纳军团发生了兵变以后呢 普京给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打了电话 大家都知道卢卡申科以前是开这个巧克力工厂 他巧克力大王嘛 但是他跟这个普国际呢 有二十多年的交情 其实普国际的太太自己都有一个精品店 叫做巧克力博物馆 那么他们这二十多年的交情呢 就形成了一种信任 我相信普京是知道这层关系 所以呢 有意希望这个白俄罗斯在这个过程中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确实卢卡申科呢 也信令神会 那么他就给普国际打了电话 虽然就是说他跟普国际的接触会怎么样 俄罗斯这边是完全没有 不知道会 就是这个结果他完全不知道 因为当时很多人 传说和预测说这个普国际已经进入了一个 比较电狂的状态 就算老朋友给打电话 能不能接也不知道 还好 卢卡申科打了电话 普尔格尔就接了 接了以后呢 虽然双方的言辞啊 据这个Gitian讲 双方的言辞极其的激烈 但是最终呢 普尔格尔是接受了 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开出的条件 因为这里边卢卡申科就说了 这段引用啊 我觉得可能有些问题 就是他这个 白同事是这么说的 他说 卢卡申科说 你知道我们的总统是一个相当强硬的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说我们的总统 因为卢卡申科本身他自己也是一个总统 这里面是不是误爽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结果确实是普尔格尔马上停息了兵变 然后也同意流放到白俄罗斯 当然也有人说 他可能在白俄罗斯会重建瓦格纳 但是瓦格纳现在到底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会被整编到俄罗斯军队里面 目前还不知道 但是最起码没有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结局 对 首先现在披露出来的就是双方之间 就是卢卡申科白俄罗斯的总统和这个 之间通话的时候叫做粗口连篇 刚才你说的他用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比正常的数量要多十倍 就是说正常的数量他们因为是熟人骂脏话其实可能也挺普遍挺常见的 但是这个就是满口的脏话了 说明大家火气都很大 第二呢是说卢卡申科自己说的 他说他在和普京通话的时候他打消了普京想要杀死这个 Progogen的这个念头 因为当时普京是非常的愤怒 因为他觉得这个Progogen应该算是他很相信很信任的一个人 结果等于是背叛他在背后等于捅了他一刀 所以他非常愤怒 于是这个卢卡申科告诉他说先消消气 他就说他就成功的说服了普京 告诉他说任何糟糕的和平都比战争要好 他就说了这句话以后呢 普京就等于是就是想一下也对 于是呢他后来你看在这个不管后面就是这个整个的兵变停止之后 然后他讲的话以后也都是说的 就是他表扬那个瓦格纳的士兵也好 表扬乌克兰的这个表扬这个俄罗斯的士兵也好 都是说你们感谢你们 这个等于是停止了 没有进行一场就是自己人自相残杀的一场 这个血流成河的这么一场内战 所以呢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那当然现在 普京开出的条件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瓦格纳基本上就分成这么几个部分了 第一是那个Progogen到了白俄罗斯 然后呢 这个瓦格纳的士兵呢分成这么几个部分 一部分是你如果不愿意和俄罗斯的国防部签约的话 那么你可以自便可以去白俄罗斯 追随你们的指挥官去白俄罗斯 也可以退休退伍就回家去 这是两个选择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和俄罗斯的国防部签这个约 现在还不清楚 以及有多少人愿意去白俄罗斯 现在不清楚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士兵有的都是成家的 他们这个肯定有很多的人呢 是要去白俄罗斯可能就要背井离乡了 或者是把所有的家人全部迁到白俄罗斯去 这个恐怕也有一些实际的困难 所以到底有多少人去白俄罗斯不知道 另外呢在瓦格纳集团当中呢 还有一些人是叫做监狱里边的囚犯放出来的 那这些人估计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 大概不会让他们去加入到自己的圣归军的这个行列当中 所以这些人要么去白俄罗斯 要么就是等于是回家去了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别忘了瓦格纳军团呢 还有一部分人现在还在海外呢 主要是在非洲和这个就是中东地区 在非洲呢什么包括中非啊什么刚果啊这些地方 所以呢他们是看守着一部分的 俄罗斯的这个政府的利益的 所以这部分人呢几乎是保持不便 当然有一些人分析说 有一些罪犯这个瓦格纳的这个士兵 如果要是没地方无路可走的话 没准他们可以去海外 可以跑到非洲去继续做这个雇佣军去 这大概也是一个出路吧 现在瓦格纳军团的人数啊比较沉迷 像我们前几天还报道说 瓦格纳军团有两万五千人 但是如果刨除现在正在海外驻扎 和海外作业的这些人员 那么在乌克兰和在俄罗斯境内到底有多少人 我们也不知道 现在说啊这个如果因为等于说 Purgotin现在去了白俄罗斯 那么白俄罗斯呢 当然Purgotin自己也很有钱 他们可能会在白俄罗斯建立一个临时的营币 目前来说呢可以容纳就是计划了 容纳上千人 那这样的话如果这些 比如说瓦格纳集团的一些 从本来应征应征路之前他们是罪犯的话 或者是他愿意离开俄罗斯 跑到白俄罗斯的话 那么他们最起码有一个临时的驻地 但是你想啊这么一个国家 像白俄罗斯就是凭空接纳这么几千人 就不要说几千人 就是几百人 有着极其丰富战斗经验 甚至还有武器的人员 这也其实是对于白俄罗斯的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白俄罗斯的反对派是明确的放出话来 说这个不欢迎Progogen 当然他们也不欢迎瓦格纳军团的这个任何人 还有就是这些人员 目前他们的重型武器 就是瓦格纳集团的重型武器呢 已经开始部分转交给俄罗斯的正规军了 那你想这些人如果回到民间的话 我想他们带个枪 带个手楼弹 带个子弹 这个回去肯定是问题不大的 但是重型武器呢 那这就非常非常危险了 所以目前来看呢 就是俄罗斯希望能够淡化这个事情 把瓦格纳集团的武器呢 先重型武器先收缴 然后把他们的人员分散成几种不同的方向 那再下一步怎么样发展 那可能我们还要看 他们这些谈判啊 以及双方角力的结果了 对 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昨天那个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也说了 他说他可以把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交给那个瓦格纳集团 交给这个Progogen 这样的话呢 至少他们有个地方安身之处吧 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刚才你说的可以大概容纳个千人左右的这个部队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这些人去了白俄罗斯干什么 到底去干什么 现在没人知道 但是呢 从卢卡申科这个角度上 他已经明确的说了 他是说这些人是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的 而且在俄乌战争当中呢 他们是属于表现就是攻击力 攻击力最强 战斗力最强的一部分人 所以呢 他希望这些 就是这个瓦格纳军团的这些人呢 帮助他来训练白俄罗斯的军队 大概他目标是训练6到8人左右 那这个呢是一个情况 因为他实际上呢 白俄罗斯一直挺担心的 因为他旁边的几个国家呀 包括这个波兰啊 包括什么立陶宛之类的 拉脱维亚这些国家呢 都是北约的国家 所以呢 他特别担心 都不太友好 对 他特别担心 波兰方面可能会逐渐的侵入到他这里头来啊 所以呢 他也希望有一个比较强大的 这个国防防御的力量吧 国防部队 所以呢 他想要动用这个 瓦格纳的人呢 训练他的军队 同时他也提出一个设想 就是说 可不可以让部分的瓦格纳的人 就是这个军人啊 干脆就加入到 白俄罗斯的战斗部队里面去 现在 当然 最后是怎么样的实施 以后最后 哪些意见可以被采纳 哪些不会被采纳呢 目前还不是特别清楚 要 恐怕要等过个几星期 甚至过几个月 大概才能够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话题的节目 这个 俄乌战争 会不会受到这次兵变的影响呢 有人认为说 可能是会 但是这个兵变影响呢 除了对俄乌战争的影响之外呢 恐怕对这个 俄国的军方 尤其是内部的一些人员呢 大概也会造成一些冲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 所以现在你别看 还没有什么太多的动作 但实际上呢 调查已经开始了 原因是这样子的 在这个Progogen要宣布 宣布发生兵变 不是公布了几张照片吗 那其中的一张照片呢 是他在 那个顿河旁边的 那个罗斯托夫 在罗斯托夫是什么地方呢 罗斯托夫是 俄罗斯的叫做南部军区总部 这个南部军区呢 刚好就是负责 的这个恶乌战争的 叫做指挥中枢 那么在那儿呢 有各种各样的军警啊 什么的 警卫啊什么的 怎么可以让一个 宣布兵变的人 进入到指挥部里边 而且 不发一枪一弹 没有伤一个人 就把整个的 这个罗斯托夫给占领了 当时他宣布说 我们已经占领了 整个的司令部 和整个的这个城市 然后从这个地方作为基地呢 向北挺进 向莫斯哥挺进 那这个 如果要是没有人配合的话 如果没有人答应 事先可以跟他合作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这个可能是 将要调查的一个情况 到底是谁 事先要不就是答应他 配合他 要么就是成为他的同谋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照美国的情报和军事分析人士呢 认为说 这个Proclosing啊 如果没有得到俄罗斯军方 或者是政府高层的人士的默认 或者是支持的话 他是不太敢发动这次兵变的 原因是他只有两万五千人 而且这两万五千人还不是全部都可以这个拥到 或者是进入到这个莫斯科去 所以呢 他实际上的能力是太弱了 如果没有人加入的话 所以他一路北上 为什么戛然而止呢 原因是在北上的途中啊 他原来是期待着有些人 要么就是私底下曾经说是我们会支持你 但是在他真正的兵变以后呢 没人出来响应 反而军队将领什么都纷纷的站出来 表示支持这个普京啊 这样一来的话 他已经他一算自己的这个兵力啊 两万五千人不可能全部跟着他往莫斯科走嘛 所以可能也就是几千人左右 所以几千人他即使是没有任何阻拦的进到莫斯科 恐怕也没有办法控制整个的这个局势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知道他的这次行动呢已经失败了 那这时候卢卡申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他说 你赶快停手吧 再不停手的话 你将会像一只虫子一样 被其他的这个俄罗斯的军队所碾压 碾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他考虑到实在是没有任何的胜算 于是他真的就掉转头又回到他这个 罗斯托夫的这个基地去了 不管怎么说啊 这一次行动我觉得对于这个Pogosian来说 可能他要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了 现在他的命运如何啊 都是基于各种各样的分析 那么西方媒体啊 普遍来说是畅衰他个人的命运 以及这个普京的权利 因为这等于说是有人公开的向普京挑战 这个普京的权利 如果要是从这个俄罗斯的体制啊 来看啊 他如此触怒了普京 那么如果普京以全国国家之力 来对他进行调查 或者说是想整治他的话 那手段是千千万 虽然普京可能公开的说过 说不再对这次兵变的事情进行处分 特别是参与的人啊 他是肯定是不会去犯这个众怒 去调查这些人 但是即使是他说对兵变的一个事情 他可以对Pergogen个人往开一面 那其他的事情多的是呢 现在就有媒体传出来说 开始要调查Pergogen这些公司 Pergogen涉猎的不仅仅是军队啊 他的影艺啊 网络啊 酒店啦 食品啦 各种各样的订单 很多大部分都是政府的订单 甚至海外的一些业务 存在不存在的偷税 漏税 跟外国政府勾结等等这些东西 我觉得如果要是普京愿意的话 进行调查的话 我觉得Pergogen的命运 恐怕不会是太广泛 或者是太好过 没错 其实昨天那个 普京已经宣布了 说这个 瓦格纳集团是全部由俄罗斯政府 就是国防部的拨款所支持的 这个和那个Pergogen说的 他支持这个瓦格纳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又这个兵变之后 他们不是在瓦格纳集团 就是在Pergogen的这个 就住所啊 搜出来大概4亿还是5亿美元嘛 那这个钱到底哪来的 要进行调查 干什么用的 要进行调查 不过Pergogen说 这些钱是准备发给他的那个 首价的就是瓦格纳军团的奖金 就是打仗的这个奖金 所以这些财务方面的这些东西呢 肯定会调查 那么如果调查的话 一定会出现一些违法的情况 这个就是贪污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到底普京 会不会利用这个东西 把它抓起来或者什么 我们只好就